段树华67岁 退休金3600元 住房面积90平丧偶 这多少瓶的呀 差半米90 好大呀 好宽敞好明亮呀 哎呀这个质感 我发现属于你家的这个家 就都是木质的 木质的 这个是原来我们老房就 在这个 这就是显色的后门 那样的床上的后门 你就喜欢类似于这种材质的家具 你近年乱的嘛 哎呀一进这段树家屋啊 是既宽敞又明亮啊 再看看段树居住的卧室啊 那更是被褥叠得板板张张的 这也是我睡觉的卧室啊 我可以看到 哪一是被褶的啊 那就是一个人 你是当过瓶子啊 没有他们看见我 都说我当过瓶子 我没有 我看床头的一个照片啊 那是那个我朋友爱人 好年纪 你还摆在床头呢 一直摆 一直摆着啊 就是心里边还是 是我的眼睛 对 他是哪年去世的 第六年 那当时是什么年 我也爱 那头发现 倒是什么样的事 三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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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头上依然摆着去世老伴的照片 看得出来呀 段树跟老伴的感情很深 原来三年前 段树的老伴因胃癌去世了 这给段树很大的打击 我就是练得太极以后 确实我感觉 这效果好辣 因为啥呢 我记得以前我也挺愿感冒 一感冒吧 总得吃药干啥总得是 后来 就渐就 就差多了 你就是吃药少了 后来就不吃药了 一会儿一会儿你给我们展示一下 行 段树说 打太极练剑 一是能打发无聊的时光 二也是能强身健体 所以自打老伴去世这几年 段树一直坚持着 而且是因为疾病把老伴带走的 所以平时段树啊 还特别注重养生 我相当过于的养肝 完了都是按善点 按顿吃 但是基本都是新的 就是我现在我自己也是 馒头自己的 豆芽 绿豆芽 我都自己的 都不买 现在你有发的绿豆芽吗 我那没有 可能照片还有 我的天啊 这不跟买那个豆芽 是一模一样的吗 馒头自己蒸 豆芽自己发 你看咱段树多厉害 这以后谁要是嫁给段树啊 那饭菜啥的 指定给你整的明明白白的 那树你说你找这项 是不是得找一个 跟你这个新春爱好叫猴的呀 那是最理想的了 但是只要他有爱活动的心啊 或者生根生根 有舞蹈刺儿的 或者是啥的 跳着光上舞 只要他爱活动 太宰了 太宰了 我有点 好像已经我叫不得劲儿 我本身嘛 就比较宅 你再来个宅的 我就显得又气氛不好 今天有个比较能活不带一点 不好 这边我们了解了段树的故事 那边啊 我们在吉林大学和平校区的老干部活动中心 见到了同样有着别样故事的寒英 韩阿姨 找一下 韩阿姨 你们能练减长时间了 干也了 行 那你先练一下 然后我先做 好好好 韩英 韩阿姨今年53岁了 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打太极 这可跟咱段树有共同之处 韩阿姨你这牙是咋的 我这个牙以前就是假牙 然后掉过几次 掉就斩 然后这次说斩不上了 说牙根得拔 拔完以后重销 就现在活牙了 我说你不敢张口说话呢 我在这块退休的 不是我是那个工人别人 但是也是在这退休的 在这退休的 这之前是做什么工作在这 我在后期 我最早期是在学院室 学院室然后就是属于实验员 然后后期又在学院食堂 在一个 韩阿姨是吉利大学工人编织退休的 现在退休金3600多 阿姨说自己在工作上 一直都是受到领导的一致好评的 就是在这感情上 差了那么点意思 我未婚你知道吧 你不知道 好像是没有 因为我也不好说 二十多岁的时候 那时候家里管的颜嘛 自己也不会处得一下 然后介绍几个都没想中 就是在学校工作嘛 然后就是坐班车 到学校下班坐班车回去 也不接触外面 原来53岁的韩阿姨 一直未婚 除了自己本身性格以外 还不接触下班车 阿姨说也是年轻那会儿自己没太着急 再试试试试试 hit 是啊